第576节,1971年3月29日星期一,晚9点17分 就帮助他人而论,鲁伯在他的ESP课能做得好得多 或在另增一堂ESP课都有用得多 我并不是叫他不要开创作班 他可以随他所喜的做 无论如何,他都会用了相同的概念,只是方法不同 打电话来问创作班的人,只是用他来做个借口而已 他们感到一种向多方面发展的需要 你关于匠神会的建议及鲁伯对其他实验的建议 这两者都是最好的 他的定期班不能再扩充了,有实际上的限制 可是还有其他较不具体的限制 与所涉及的人们的交互反应有关 还有其他你们没想到的可能性 在此讨论意识的各个不同层面 可能显得与日常的醒时意识离得非常远似的 这期间的分隔是十分武断的 这些种种不同的阶段 全都代表在你自己灵魂内与生俱来的不同属性与方向 他们的线索与暗示 即使在你所知的意识里也出现了影子与反应 那么即使正常的醒时意识 对所有其他存在的痕迹也极非毫无所知 也不是完全缺乏其他种类的知觉 只因你通常以有限的方式用你的醒时意识 以至你不是经常地接触到这些线索 它们永远在场 你跟随它们的话 就能给你对那些其他方向 及那些我们曾说过的其他层面有一点概念 例如 常常看似不相关联的象征或影像 会出现在你心中 通常你会忽略它们 如果你反过来接受它们 而把注意力转向它们 你们就能跟着它们到几个其他的层面 比如说 至少很容易到达A1与A2 在你如此做时 那象征或影像可能会变 因而你看不到 好比说 在最初的印象与下一个之间有多少相似处 可是它们之间也许有非常重要的 直觉上 联想上 与创造上的联系 通常事后回想一下 会让你看到为何一个影像会融入另一个中 一个单一的影像 可能突然开放成一幅 全然抽象的风景 但如你不承认 刚刚位于现在直觉之下的那些最初的线索 你对这些就都不会知道了 只要你愿意去看 就可看到那些最初的线索 几乎是透明的 替代的焦点只是一种状态 在其中 你将你的意识转向其他非习惯性的方向 以便感知十分合法的 与你自己的实相同时存在的实相 你必须改变你的知觉 去感知任何实际上 不是为了物质形式而设的实相 这多少像是由你的眼角或心角的余光看出去 而非向前直看 用替代的焦点经过练习以后 你可能感知在任意指定空间中 以填满或以你的话说 将填满它的不同的物质组成物 在某些梦境 你可能探访一个特定的地点 而后感知这地点 好比说在三个世纪以前 与五年以后的样子 却从未明白那个梦的意思 对你而言 似乎空间在某一刻 只能被一个特定项目填满 而那一个必须挪开来 才能让位给另一个 其实你只是以这种方式感知而已 当你用替代的焦点的时候 你就不必要通常 维护指挥及限制你感知的 那些基本假设 你可以自你所知的这一刻走开 又回到它 而发现它还在哪 意识只是假装 屈从于时间的概念 在其他层面 它喜欢与这种观念游戏 而又发生于时间范畴之外的事件上 感知到伟大的统一性 例如 它可以混合来自不同世纪的事件 把历史的和私人的环境 摘出时间架构之外 然后借由检查它们 而找出和谐与接触点 其实你在睡眠时甚至也这样做 如果你没在省时这样做 那是因为你把你的意识 控制得太紧了 如我在此书里 稍早曾提到的 虽则你的正常醒时意识 对你似乎是连续的 而你通常并没觉察到空白点 无论如何 它却有许多的波动 到一个很大的程度 它只对它自己 及它自己的感知有所记忆 于是 在正常的意识里 似乎好像没有真正的 其他类的自己 也没有其他的区域或层面 当它碰到空白点而回来时 它挡掉了曾发生过 不作用的时候的觉察 它忘掉了那个亮枪 在它作为它自己时 它无法觉察替代意识 除非用什么方法 使它从这健忘症中恢复 它在石像里跳进跳出 有时它走了 而你却没觉察到 在这种场合 你的注意力集中于别处 在你可称为 微梦或幻象的境界里 或在相当超过 正常焦点之外的 思想的联想性 和直觉性的过程里 在这空隙里 你的确以非正常省时的意识 感知到其他类的事项 当你回来时 却断了那根线 正常省时意识 假装从来没有任何间断 这种情形相当有规律的发生 只是程度不一 而按照你的活动 由每小时15次到50次不等 在种种不同的时候 许多人的确逮到了他们自己 因为那经验是如此生动 以至它越过了那空隙 可以说 那时候 感受是如此强烈 甚至令正常省时意识 也觉察到它 这些偶尔发生的经验 对肉体的意识 是相当必要的 它们被如此巧妙 又如此细密地 置入了你的觉察之网 以至为你的心灵 与感觉的氛围 渲染了色彩 正常省时意识 支出支入于 这广大无垠的 支持性之网 你的内在体验是如此复杂 几乎无法以言语形容 正常的省时意识 虽然它自身有记忆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保有了所有的记忆 有人说 过去事件的记忆 调回到潜意识里 它并没有过去 而是非常活的 我说活的是指生活着 而且活动着 虽然你不集中焦点于其上 你人格的内在部分 对你所有的梦 也都有记忆 这些全同时存在 可以说悬挂着 像高悬在一个黑暗城市上的灯 照亮心灵的各个部分 这些个记忆系统 全都互相连接 交相辉映 其实以同样方式 你对往事生活的记忆 也全都相当完整 全都在整个的记忆系统中作用 在意识的空白点 或某种起伏波动的时期 这些记忆系统常被感知 一般而言 带有自己记忆系统的 有意识的心智 不会接受它们 当一个人格了悟到 这种其他实相存在 而意识的其他经验是可能的 那时 它便发动在它自己内的某些潜能 这些改变在心智内 以及脑内的两种电磁连接 甚至改变了感知的机构 它们把能量的库藏合在一起 而建立了活动的途径 让有意识的心智 对这种资料增加它的敏感度 有意识的心智 不再为它自己拘束 它经过了一个相当大的蛻变 富起更大的机能 它将剑刺地感知到 以前对它关闭的一些内容 它不再需要害怕地 感知那暂时的空白点 作为不存在的证据 刚才提到过的意识的起伏 常是十分微小的 却非常的重要 有意识的心智 很明白它自己的起伏状态 当一旦它被引导去面对这个时 它并没发现混乱 或者是更糟的不存在 却是找到了它自己的能力 与力量的泉源 这人格于是开始用它自己的潜能 在幻想的时候 与意识在创造的时刻 两者都代表进入这些 其他区域的极佳道路 在意识平常的 负创造性的状态 日常的醒时意识 突然为来自这些区域的能量所支持 光是醒时意识 不能给你负创意的状态 的确 正常醒时意识 对负创意状态 可以跟对空白状态一样的惧怕 因为它能感到 那个我被丢到一旁去了 它能感到能量的上冲 那是它无法了解的 起伏的第一点 正就是这种经验的产生之处 因为正常意识 暂时在衰弱状态 而正在休息期间 其实整个肉体机构 都经历这种正常的 通常相当被忽略的起伏 这些期间也在起伏 随着与特有的人格 有关的节奏而波动 对于有些人 这种波动比较长而缓慢 其内的山谷是渐渐倾斜的 在另一些人则反之 对于有些人 这种谷底状况较为明显 超乎标准之外 如果那形状没被了解 那么这人可能发觉 它不容易与外界事件 发生关联 如果他在那状况下 能够感知意识的其他区域 他也许会发觉 自己在更大的困境 没了解到 两个实相系统 都是合理的 这起伏也有如 季节变迁一般的改变 来自意识的任意一个层面的事件 全都反映在所有其他的区域里 每一个按照那特定层面的特性 而实现出来 就如一个梦 像是丢进梦的意识支持的一粒石子 它的涟漪遍及各个层面 因而任何出现在这持重的行为 也各有它自己的扳相 而替代的焦点 容许你感知任意一个行为的众多表现 感知某一个思想的真正多次元的实相 它丰富了正常意识 不论你觉察与否 你在这些其他层面都是很活跃的 你不止在实际生活里 及梦境里学习 也在这些你对之无记忆的 内在的存在里学习 特殊性质的创造能力或治疗能力 常以这种方式来训练 只有这之后 才浮出成为物质世界的确实性 在这些次元里 你未来的思想与行为 就如它们已发生了一样的真实 也一样是你发展的一部分 你不仅是由你的过去 也是由你的未来及替代的存在所形成 这些伟大交互作用 是你灵魂架构的一部分 因此你能改变 你由任何这些其他意识层面 所了解的现在 第五百七十七节 1971年3月31日 星期一晚九点十三分 这些意识的种种层面中的任何一个 都能作为正常的代理意识 而用那特定立足点来看实相 因此 在其他系统里的其他类的人格 以他们自己独特的观点 也撇示到物质实相 可以说 由这角度窥视它 你不会认出它是你自己的老家系统 从某些这一类观点看去 你们的物质很少 甚至没有永恒性 而同时在另一些 不是你们自己的其他观察者眼中 你们自己的思想 却是有形有相的 在旅游过自己的各种状态时 这些其他人格会尝试获得一些焦点 而感知到你的环境 试着使他们大体上不熟悉的资料 显得有些道理 既然他们中有许多人 对你们的时间概念并无所知 他们会发现很难了解 当你们看事件时 在事件与事件之间 是看到时间间隔的 他们也不会感知到 你驾驭你的正常环境上的内在组织 对其他那些 也触及可能性的地区而言 你们的系统显然是个可能的系统 基因这些其他系统与你的临界 因此你的与他们的也是临界的 那么替代的焦点 容许其他实相的人格 感知到你自己的实相 就如至少理论上说的 替代的焦点 也容许你撇入他们的存在 此章结束